大家好,我们说过,按照毛泽东的思路 习包子收拾中国的知识分子肯定是要来的 毛泽东当年第一件事情就是公私合营,搞经济 要把钱要抢在手上,把钱抢在手上了以后 第二个就开始就把知识分子给收拾了 知识分子不听话,现在习包子经济上有点困难 战士还没有,还屯不出手来,把中国知识分子一掌拍死 等他屯出手来,他绝对干你 所以这两天有一个重要的一篇文章 一定要注意,墙内的一篇重要的文章 是发表在今日头条上面的 是国家安全部的今日头条 叫沉迷国家意识形态局刻不容缓 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与席包子大战三百回合的地方 说当前社会一些个专家学者和老师 妄议中央政策,妄议思想基本原则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 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成立国家意识形态局刻不容缓 说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支柱 它对于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政策和思想基本原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代表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根本的意义 任何对这些政策和原则的妄议 都可能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动摇 说成立国家意识形态局的意义在于 它可以加强 我就不念了,念得我饿去 大概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一批狗日的知识分子 吃饱了没事干叫舌头 习包子的原话 吃饱了没事干叫舌头 然后妄议中央 妄议叫舌头 这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官方的文章 官方的文件 官方的主流的报道 放出来的关键词 妄议中央 你中央也是一个人呢 你为什么叫妄议呢 你不能让别人批评吗 习主席就敢这么干 什么叫舌根子 这都是习主席在中大海开会的原话 妄议和叫舌根子都是原话 所以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事 要成立国家意识形态局 你想想吧 这个东西 我一看到这个标题 我的所谓的假不假式的读书人的毛病又犯了 你不是他娘的有中宣部吗 你有网信办 是吧 你有中宣部 你有这个文化部 你有他娘的左协 你有这个叫什么 各种什么出版总局 什么广播电视总局 就是你这种这个管意识形态 你中共中央还有这个什么 封管意识形态的常务 是不是 哎呦 你何其多也 这种类似的单位 你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局呢 几个意思呢 你按照我们我们的这个奥卡姆提到的原理 如果没有必要 你就不要增加实体 就像当年的这个什么 反腐败 是不是 后来搞了个反贪局 又搞了个监察局 又搞了一个中纪委巡视小组 又还有中纪委 又还有法院 有公安局 检察院 这些都是可以反腐败的 你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部门吗 你成立一个部门 你贪官就多了一个部门 是不是 你贪官又多了一个贪的渠道 所以为什么说要奥卡姆提到原理呢 这是我的思维方式 我一看到这种东西 我就马上想起这个词 就是人的愚蠢 就在于什么呢 你想到一出事一出 所以奥卡姆提到原理 就是我们人做事情 你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越少越好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个重要的智慧 你共产党吸包子不懂 因为他们贪权嘛 他们蠢嘛 是不是 但是你作为一个老百姓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一定要懂 那我说过我说 人这一辈子 你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你不要老是这个也做 那个也做 是吧 东风吹在毛泽西西风吹在毛泽东 你会一事无成的 真的 很多人一辈子之所以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想法太多 东搞搞西戳戳 是吧 一个牙签到处戳 没戳出一个正常的情况 是吧 没戳出一个有质量的窝 他没有意思的 像我们这些人都这么过来的 东戳戳西戳戳以后 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女朋友 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疼你 没有一个人真正爱你 后来我跟我媳妇在一起过日子 过了一二十年 十几年了 突然发现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所以我说过一些 很多人不同意的话 真正的爱情都发生在婚姻范围之内 为什么 因为你专一啊 你把你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财力 所有的心灵 所有的灵魂都用在自己的老婆身上 你会发现这个爱情之花越开越美 为什么呀 就是极简主义原则 如果没有必要物贞尸体 你家里娶五六个老婆 你爱得过来嘛 最后就老婆 他妈的老婆之前打架 家里搞得一你鸡毛 共产党的国家的治理原则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的思路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他妈的想笑 你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玩意儿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哎 然后我就问了北京的一帮兄弟 我说为什么特别要出现这么一种言论呢 他说不是一种言论 是习主席真的准备搞这个事情 习主席想毛主席去学习 习主席认为现在对民营企业的整肃 已经差不多了 民营企业非常的听话 大气不敢出 习主席让他干嘛就干嘛 让他舔局就舔局 让他交钱就交钱 有些个不听话的人知道在中国混不下去了也滚了 是不是 滚了就滚了呗 滚了就不关我什么事了呗 所以现在开始要腾出一只手来了 过去是两只手摁住那些批有钱人 把他摁死了是不是 要么听话要么滚蛋 基本上这个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来就收拾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叫舌根子 知识分子妄逸中央 知识分子破坏社会稳定 那就是反右呗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西包子的 毛泽东的三部曲 第一 你一定要看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 第三卷 真的写的很好的 我的视频下方有连接 一定要看一看 前两卷你可以不看 因为一个是讲晚清的 一个讲民国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除非你有学术兴趣 第三卷一定要看一看 毛泽东登记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抢钱 把有钱人的钱都公司都抢过来 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完成这一个目标了 第二个就是抢权 什么权呢 话语权 为什么毛泽东要反右呢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搞一个摆大明大放 是吧 引蛇出洞 然后一帮右派呢 就去爱教舌根子话多 是吧 就像我这种人话特别多 我这会儿要是在中国 我绝对是一个右派 绝对被毛泽东就一掌拍死 是吧 被习近平一掌拍死 是吧 第一是抢钱 第二是抢话语权 把话语权抢完了以后 你一切都在西包子的掌握之中 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掌握之中 接下来又收拾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还有几年的好日子过 还有大概我琢磨着 还有个两三年的好日子过 三年以后老百姓就开始饿死了 是吧 所以三年以后 毛泽东就发明了发什么什么 大连钢铁 是不是 人民公社 就这些东西搞起来了 大跃进 是不是 每个人呢 你家里的锅都给你收走 去连钢铁去 你做饭的工具都没有 饿死你呀 就这么简单 说第一是像毛主义学去三部曲 第一再重复一遍 第一抢钱 抢企业家的钱 抢老板的钱 抢有钱人的钱 第二 抢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不听话 叫蛇根子 汪夷中央我弄死你 是不是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收拾老百姓 所以现在老百姓还没到被收拾的时候 你如果是个老百姓 你还可以崩打几年 这是我的准确的预测 大家看我的书 我的视频下 帮有链接跟我联系 给我写邮件 好吧 但是真正的引起 习宝子推出这么一篇所谓的意识刑材局的文章 是习宝子的深夜的一次讲话 一次会议讲话 说什么呢 还是一中天这个老老兵崩 是不是 七八十岁的人呢 话特别多叫蛇根子 是不是 说这个 一句一段过去一中天的一段讲话 终于被有人呢 就送到了习主席的办公桌上面 每个字习主席还认识 引起习主席的极度的不满 他说你欺负老子没有文化 我还是知道你什么意思的 中国人都懂嘛 一看就不懂 春秋比法嘛 是不是 说习一中天评的这个三国演义嘛 是不是 一中天在这个中央电视台曾经讲三国嘛 三国志啊 他的三国不是三国演义 是三国志 三国志是没几个人看的 三国演义看的人多 因为三国演义拍过电视剧 很多人没看过三国演义 但是看过电视剧啊 但是三国志 是三国演义的基础 明白吗 一中天是一个老师 他是基于三国志来研究的 其中有个人物叫袁绍 然后他在中央电视台就评价这个 评价这个袁绍 就这么一段文字 说现在有人把这段文字炒得特别火 习主席终于看到了 气死了都 一看就是骂他 说这个人的特点啊 就是野心大智慧少 态度胸胆子小 刻薄猜忌人缘不好 政治上短见 军事上弱智 组织上低能 指挥上一物在物 愚蠢都顶啊 冰雄雄一恶 将雄雄一窝 主帅是这个水平 这个仗肯定是达不赢地 说指挥事物的根本原因在于此人缺少帅才 啊 见识池总是不能立即做出决断 优柔寡断 用人适当 是吧 是吧 高兴的时候 他的高兴的原则就是 谁拍他马屁他就高兴 这种局面不失败那是天理不容啊 是吧 组织上是和 用人上是当 指挥上是物 战略上是策 道义上是理 政治上是利 这些话我以前分享过的啊 但是这一回是正儿半径的把所有的义中天说的话 都已经把它收集进来的 而且送到习主席的办公桌上面 说这个义中天老师说 说袁绍的愚蠢固执和狂妄 是三位一体的 他因狂妄而固执 因固执而愚蠢 因愚蠢而又狂妄 他蠢就蠢在没有自知之明 因为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就狂妄 总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因此愚蠢 因为愚蠢 他总认为自己决策一名因此固执 因为固执 他听不见任何不同的意见 因此失败 可以说袁绍的失败 习近平的失败 乃是做人的失败 而他做人的失败 乃是性格使然也 是吧 这就是一中天的整个 这个这段话的全部内容 那的确就是骂他习近平 结果有人把这段话终于就送到习包子的办公桌上面了 习包子人生第一次 就是如此系统的看到了 一中天是怎么挖苦他的这个言论 借骨奉金 是不是 春秋笔法 不要以为习包子不知道 恰好这个一中天老师 你也没有文化 你应该 你应该多用几个习包子不认识的字 所以这个习包子看到以后就很生气 就把蔡奇 中班的几个人也就喊过来 在京的常委喊过来 开了一个会 决定提前收拾这般狗人的知识分子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做过百年经济史研究 我的书里面写的很清楚 当毛泽东把有钱人的钱抢光以后 他的第二步的的确确毫不犹豫的 毫不迟疑的就收拾知识分子 这绝对是中国的任何一朝皇帝干的 所谓的事情 他是几步曲 是吧 三步曲再说一遍 第一步抢钱 第二步抢话语权 第三步收拾老百姓 谢谢